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监控 做这么多策略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首先当然就是 这个dashboard 就是看看一下看 主要就是在 其实看日志 在这个 overview dashboard 里面其实就能看到当然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的东西 当然分析哪里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入侵实践 Dashboard这个里面呢其实也可以看到 灾药性的入侵实践 这儿看到灾药性的入侵实践 然后分析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比较详细的入侵实践 这是主要看的 主要看的 看也挺麻烦的 IPS并不是一旦能够设置好就能够永远忘记的设备 像路由器和交易机可以是这样的 设置好了就可以忘记它的意志它都会好好的工作 IPS不是你要设置好了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分析不断去调优 好下面呢就会介绍那么我们紧接着要介绍什么样的攻击呢 紧粹只是来分析啊 首先Dashboard 刚才这就是Dashboard 主要是看一看吧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了 还有还有始终会讲这个content explorer 这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看整个网络态势的一个 界面 好 incidence 紧急事件 就是说当你分析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攻击出现了 你可以 手工的创建一个incidence 便于后续的去 去处理它 关联引擎 这个也比较牛逼 就是我说 斯科的网络枪比较牛逼 能够做 相互的关联 自动化 报告 产生安全报告 好 Dashboard就是 显示的信息与授权与配置与系统的部署方式是有关的 比如说你没有激活这个授权 那你可能就看不到相应的东西了 好这就是 Summary Dashboard 默认的是SummaryDashboard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默认的是SummaryDashboard 就简单的了解一下 你也可以切换到DetailDashboard 它这个里面的东西就会 更加详细一些 比如说这个左上角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很难有看到这么多攻击啊 左上角 他就会给你讲 这些相应的 这些影响的那个impact level的这些 情况 然后被丢包的这些情况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情况 这些一个波形图 可以有 Summary的 也可以有Detail的 也可以这个 也可以这个 Detail的 也可以这个Summary的 这个都可以自己去定义 我这没有 所以基本上也看不到 这个题道理看 就能看到这个部分 这是一个 而且这些东西可以定制 你看其实这个就是今天下午我定制的 这些东西可以干掉 这些位置可以 可以 这些位置可以 控制 这些位置可以控制 OK 然后呢也可以定制 这些 这都没有什么 就是这个Dashboard 可以Summary Tail的 然后呢 这些东西可以 自己的去拖动位置 可以定制相应的这些 小工具都可以的 然后呢你还可以在 比如说我随便 随便添加一个 这些小工具的位置可以修改 然后可以添加新的 然后可以 可以去选择相应的这些时间 周期 好 这个Content ProYear 这个东西比较丰富 一般来说我们看的比较多的 司科也是比较推荐的 就司科那些广告里面看到那些烂七八糟的一些分析的内容 其实都是看的 他推荐看这个东西 FTD部分也是反复推荐的部分 这个时间稍微放长一点 他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可以看见 罗列了很多东西 包含 什么 应用 应用统计信息连接地点国家 还有IOC 入侵事件 主机服务器 安全智能 用户文件 还有URL 全部会在这个大面板里面 详细给你显示 你看入侵我确实没有 但你看下面这些 操作系统 IP的流量 用户 都是没有认证的 应用协议 应用协议 你看这应用协议 应用 主机数量 安全智能我这其实也没有啊 攻击其实也是没有的 这以前好像还有两个 拆密码的 OK 基本上这个contact contact 是此刻比较推荐 你看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过滤 你看 他在看起来效果比较好啊 超级取统 流量 应用 安全智能 入侵事件 地理位置 UIL 他这个比较好一些 然后还可以 还可以做过滤 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我可以做个系统 系统名 比如说 Ninux 然后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 可以基于 时间 然后呢你还可以基于这些 Ninux这些来做相应的过滤 这个 看起来首先他东西比较 比较多 信息比较多而且还可以 基于时间和内容经过滤 这是此刻比较建议你看的 好下面呢就是报告 安全报告当然也 这肯定是很重要的 下面可以看一下报告 你可以把产生PDF的HTML的和CSV的报告 可以在这个 这是看报告应该我看他产生在哪做呢 确实在overview 报告 好这个呢你就可以他有很多模板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模板 那你可以创建了啊 你可以通过这些模板来产生报告 报告在这我曾经产生过了 这相应的一些报告的模板 你可以创建相应的模板 比如说 比如说 主机报告 他下面会有很多段落 比如他会帮你分析这主机的相应的 应用啊 这个 服务器的应用啊 客户的应用啊 等等等等这些报告 OK 而且你还可以说这个丙状图啊 柱状图啊 线性图啊 这些都可以自己去 改 OK 好然后呢 这个做完之后应该就可以产生报告 然后呢你就可以填上相应的这个 主机或者地址 然后呢他也可以帮你产生 产生报告 OK 这是产生报告 除了通过这种方式来产生 简单看一下 你除了可以产生这种方式来模板产生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任何一个dashboard的右上 可以用 可以在 把这个面板里面的东西产生报告也是可以的 这是产生的相应的报告 我的东西不多啊 报告看起来也并不特别丰富 然后呢其实在任何一个这些 这些比如说detail dashboard 这些地方 右上都有一个叫做报告设计器 你可以通过它来快速产生报告也是可以的 可以把这个面板里面的一些东西也帮你来做成一个报告 这个可以 而且呢你还可以做系统调度 然后呢周期性的来产生报告 也是可以的 甚至周期性产生而且可以帮你 帮你把邮件发走都是可以实现的 帮你邮件发走就是 比如这种公司 确实需要每周都产生一些报告而且发邮件给你的领导 这个它可以自动帮你产生 而且自动帮你 把邮件发了 你看就给刚才那个dashboard那些产生的东西 直接给你产生一个报告 也是可以的 还可以把邮件给你发出去 这就是报告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我看了一下还可以 当然呢跟chappell的比这块还是有点差距但是 我觉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这个报告这块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叫 这个入侵事件的 工作流 这在说什么事呢 就说如果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那你当你去你作为一个安全分析人员发现它确实是一个 问题 这是一个安全事件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需要去 通过这些 首先你要查看这些事件 查看这些事件 然后呢把这些事件如果确实有问题要创建一个incidence 安全事件其实在哪看呢 分析 入侵事件 我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刚才讨厌看见还是有的但是我这其实应该没有 没有人攻击的 可能是这个FTP只是有学员在猜密码没有猜对而已我觉得 你可以选择相应的时间周期 我们简单看一下 就说如果说你发现了一些事件 然后你可以去点这个事件的名字 你就能够到这个detail页面 我这今天还真有人在猜密码 你点它 你看这个priority is low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好 你看这就是在猜密码 你看impact2 OK 好你可以去 好下面呢比如说你就可以随便点一个 进去呢 进去呢就可以看他的详情 应该是 你点就可以看他的详情 应该在这 就是点点一个 点一个 看详情 你点时间就是基于时间过滤了 你点一个其实就是看他的详情 详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详情 他会有相关的一些包信息 他有些是要抓包的 看一下 这个也抓了包的 你看一下 他上面是一些详细的介绍 他触犯了一个规则 然后你看那个包也给你抓下来了 他匹配了这个报错 登录报错这个信息 好这是一个啊就是可以看这个详情 还可以干嘛呢 除了个详情以外 你还可以点这个review review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认为 这个事件 你分析了觉得这事不重要 这个事是一个误会 那这个时候你以后 不想再 你以后呢不想再看到他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点他 然后点review 那么他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就不会再烦你了 OK 当然呢 你也考虑更直接的 你可以把它删掉也可以的 比如说你可以点某一个 可以点这个review 不要再显示了 但是他还存在本地的 如果说你把它删掉的话 那就未来就肯定没有了 建议你就 觉得没有问题 就给他点review OK 这是一个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安全事件 比如说你你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安全事件 那这个时候呢 他说 哎呀我在开始分析了啊 这是可能是一个安全事件 那而且这个事件呢 通过分析是跟有几个 跟有几个事件有关系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创建一个incidence 就便于说提醒我 那我创建了 后续 又后续有人 我也记住 就是记住这个事啊 我自己分析的 哪些事件跟他有关系 不仅我可以未来看 其他人也可以 来分析这个东西 比如说 我认为这几个 是几个重要的安全 这个 event 这个时候呢我先把它copy 我觉得这几个 我觉得这几个事件比较重要啊 当然你可以 挑 挑其他啊 就是我觉得这 这几个算是 比较重要的 好然后呢 我就可以去创建一个这个incidence 紧急实践 你就可以在这 对吧这个应该还在 copy copy了啊 你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创建一个incidence incidence 它今天好慢 看一下啊就是你可以创建一个incidence 然后当你创建的时候呢刚才copy的这些东西就直接会出现在下面 然后你只需要去 去写一个incidence的一个介绍描述就可以了 还有相应的注释 可以创建一个紧急实践 可以创建一个紧急实践 的时候 你刚才copy到剪贴板里面的那个事件就 自动会出现在这个incidence里面 你看你考虑在这 OK好你可以定一个incidence紧急事件的名字 然后呢 一些摘要一些注释然后你可以提交 OK你这相当于就是把这个事给记下来了 你自己创建一个紧急事件然后你认为分析这些东西有关联关系的你可以自己注释一下 添加上个incidence 编辑里后续的对它进行比较重要的分析 这是创建incidence的事 下面呢我们继续看还可以关联 就是出了这个事然后呢我们需要 自动化的把它给处理掉这个咱们上课讲过这个很牛逼的 关联引擎能够提供一种能力能够 创建动态的响应基于很多的事件或者数据类型就是一旦出现什么然后我们就应该怎么办 当一个关联策略被触发系统会产生一个关联事件 触犯关联事件可能系统产生特殊类型的事件也可以 也可以是流量异常 简单说就是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你就可以 通过关联引擎然后给它做相应的一些响应行为 响应行为可以简单的是告警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修复行为 每一个关联规则可以是可以关联到一个响应或者说一个响应组 就说 你出了一个事 然后呢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是一个事可以告个警啊 也可以是 一堆事情 来做 OK 好而且呢当 触发了一个修复一个响应行为的时候也会有响应的日子产生 有些什么样的 这个响应行为呢 比如说我通过Piggrade 我告诉ISC 说那个设备问题 你把它给在边界上干掉 然后呢或者说呢我在路线上写 空路由 把他流量给 引到空路由的黑洞 我可以要求 FMC做 扫描 扫描这个主机 还有一个呢 我可以在host profile里面 给他设一些特殊的 属性值 便于后续分析 都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FMC呢还可以支持自定义这些修复模块 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关于产生了什么关联吧 就产生了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办 他这个 这个套路咱们上课其实讲过啊我就不太 主要讲的事了 你看你可以if 下面 其实可以 有条这个跟写语言差不多 if产生了什么 impact level 什么的 ioc出现了 然后呢你再关联 然后怎么办 还可以 我觉得好像还多还可以支持 多 if就是lif 还有s 很多都可以的 然后呢 可以支持给他一个相应的一个修复行为 比如修复行为可以发邮件 有很多啊 发邮件给你没问题 peak grid没问题 空路由没问题 手描没问题 设置属性也没问题 这个 上课咱们讲过 而且还甚至可以一些流量异常就是 我 我知道流量正常这样的 然后一个上下的 空间 如果你超过这个空间或低于这个空间然后我们也会认为是异常然后也会产生相应的行为的 IPS条U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几个概念这几个单词还是比较重要的叫做 正确的告解 正确的忽略 这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错误的告解 这就是错报呗 然后呢这个错误的忽略这就漏报呗 我们的调优的目标就是让上面两个更多下面两个更少呗 对吧 好他就会说 如果说 你总是出现错误的忽略就是明明有攻击为什么把它忽略掉呢 那你最好要了解这个包然后你看看你的策略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始终搞不定的话你可以给四个TANOS开CASE让他来帮你解决 这挺牛逼的啊 然后呢 紧接着就是 就是错误的告警就是明明没有事为什么要告警吗那那怎么办呢可以解决呢 你可以用白名单把它给放了明明就是这不应该告警吗这应该让他过吗白名单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你应该为你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是安全智能造成的丢包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安全智能那个规律做成monitor 那不要丢了 你可以禁掉那个 那些没有用的规则 就是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会告警吗这完全没有必要吗把它给干掉 然后呢设置一些阅值就是告警太多了我们可以设置一些阅值超过这个值那就不要告警了把它一直做 还有呢可以做一个规则 做这个规则匹配这个流量然后给它pass掉就是不要再告警了 最靠谱的 就是做 一个访问控制策略 访问控制策略在上面匹配了一个特定的流量然后直接给它trust过了 不要让它 撞上下面这个这个策略来做IPS这是他最推荐的 OK然后呢只要你啥都搞不定那跟Tanos开Case然后让他们来解决 好 然后最后呢是升级升级那里可以这两种 可以看一下这个系统 升级 升级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你可以 下先下载 你看这个规则升级 你可以先下载然后手工的给它灌进去 上面这个就是 好下面呢就可以自动的去 周期性的去 更新 然后呢 更新之后呢你需要手动的去 部署 也可以自动的去让它去自动的帮你把 部署给做了 自动下载自动部署 手工加载当然呢你也会手工要部署的 好了基本上三个多小时啊我们把它简单说了一遍 我估计这是 FirePower的课我最终会把它做比较 详细的更新把那些能做实验效果都给它做出来 估计12月份会详细的把那个FirePower重新再更新一遍 一些安全技术那个比较简单很多而且量也比较少 我会在周末来讲的东西大家感觉还可以再去听 好 就这样听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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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